你要升金跟發電都沒有問題 接下來我透過德國有分四個區域 都是那個Crit Operator 他們是賭物,他們是沒有Competition 只有他們,但是法律他們另外有一個增幅黨 為那個Bundestats Arctur,他們負責他們 他們關的很嚴格 所以他們看他們沒有調那個價格 然後法律上他們要讓他們簽進去 然後他們會Feed 然後因為現在德國也是公開自由市場 他們有很多小小的電力公司賣點 很多小的台電 所以你可以選一個自由給你綠能 自由給你太陽人 其實不是這樣,因為你在電錢裡面沒有辦法分 但是類似他們透過certification, stock exchange 這樣的東西就算那個數字 其實現在能源局這邊也推一個green power的行動 所以公司也可以特別賣一個綠能的 然後有一個certificate 所以這樣可以說這邊的公司 啊我只有我們去那裡 然後他們會發給你一個人 所以這是因為德國就很開放 所以漢堡也可以賣他們的店 因為我們也透過那個 我們這邊有一個電力的stock exchange 在德國 所以這樣也是一個market price都可以做得到 電力自由化 電力自由化 也許我們就會有個電力的股票市場 可以開放買賣 好 所以這也就是在台灣 以往其他國家的專家就建議台灣 至少我們的產店跟輸配店 要跟他們正開來 這樣子 劉老師 為什麼劉老師要給他 沒有 沒有分 好 好 這樣 嗯 那 葡理事長 今天聽下來 因為我們也很希望 在台東的這個島路馬克部落 未來可以成為一個綠能社 你要不要也分享一下你的感想 謝謝 主持人 各位長官 還有所有媒體朋友 還有各位教授 來自台東北南鄉 東興村 也是原住民部落 叫做達馬克部落 也非常感謝 所有各位 愛護我們達馬克部落 經常到我們部落 來討論這個 我們 能源的民族 那個 對 能源民族 這一塊 其實部落 我們的人口數也 差不多一千六百人 也有五百戶 那我們的傳統靈異也差不多 有兩萬空頃 當然事實上這個 所有的 我們的自然的能源 尤其是水力的部分 那水力的部分呢 也相當充足 有兩條大溪 還有我們的這個太陽光能 也是相當充足 那 我們總共 在我們自己部落 所使用的 電量的部分 我們能夠 也可以自足 主要就是 用水力化電 再用太陽能的 還有其他 再生能源的部分 那 也有這些能源 我們也希望說 統合 在部落 還有所有領境的部落 整合起來 也能夠對自己的 部落的經濟能源 也能夠發展起來 如果說 能夠 以現在 自足能源 能夠發展起來 會更適合的話 那我們也能 變成一個 非常好的部落 能夠把 當成是一個 魔幻的部落 有現在目前做一個 工作狂的話 那也是希望 所有各位教授 以及 所有 愛護我們 達羅馬的人 能夠大家 來共同努力 也謝謝大家 那我用原住民的 那個 感謝各位 馬拉娜國民 謝謝 好 請這個 達羅馬克 加油 希望在達羅馬克 可以成為我們台灣 第一個 百分百的 能源的部落 成為第一個公民電廠 那當然 像是這個 奧視全球的 一個 新的 一個奇蹟 好 那還有沒有提問 好 那老師 我是台中大學的老師 我姓劉 好 那剛才 達羅馬克 部落的 社區協會 理事長 他提到了 他們 部落的 應該有 很有機會 達到百分之百 的人源自主 那 我覺得有一個 重要的進程 就是在 5月12號 那一天晚上 還有 理事長 召開的部落會議 那部落也等一致通過 要往綠色能源的目標邁進 那 我是覺得 事實上 他應該是不只是自主 應該是可以輸出 所以我看到這個公民電廠 我是覺得很有忌諱 為什麼呢 第一個 他的水資源沒有很聰明的利用 那太陽的本來也有 另外一個項目我會覺得 我們台灣的原住民地區 他的 木材資源 事實上 是可以是思考的 這是所謂再生能源 那台灣的 因為水水比較多 樹木長得比較快 那你看用什麼方式 我剛才參加森林認證發展 的一個會議 那我們 一個良好的森林經營管理 他的木材可以做紙漿 可以做木材 就是說家具的用途 也可以做能源的用途 那像竹子 就長得非常的快 看我們怎麼去利用他 那 我覺得 台灣的 所謂的偏鄉呢 他基本上都有這些資源 那 尤其是里島 蘭嶼 他現在是台電說 你們用電幾乎是免費 那我覺得這不是好辦法 應該是說 怎麼樣讓蘭嶼來用 優先利用綠的 不是用種 柴油 在那邊燒 那 耗費很多國家資源 那我們怎麼樣讓蘭嶼 還有一些偏鄉 像我們 東部目前 只有 朗日馬克在發電 他有一個小電廠 那基本上都是從 河山廠 這一邊 西部連電過來 那我會建議說 這一些區塊 因為圓民會的代表也在這邊 是不是有可能 努力一下 讓我們台灣的 煙香的這一些 用電 的那個綠色 所謂的綠能的自主力呢 可能會高一點 像我們南橫公農那幾個部落 最近只是下大雨而已 路就斷掉了 那電就 這次沒有停 我注意 因為沒有大的風 電還有 但是路是斷的 只要風大一點 電線出一點問題 台風後 大概停電就是一個禮拜 像這個地方 是不是 我們透過這個公民電廠 來努力 那我覺得原住民委員會 應該要優先 努力來配合 以上謝謝 謝謝劉老師 其實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在場還有一位 德國的風能專家 巴林森先生 你要不要補充分享 好 大家好 我是巴爾迪森 我是做那個 我們都是做風雨八點 那我們是台灣 是做那個 Unsure 的 路綠 路綠 路綠的 風船 那 目前我們在台灣 有180台風機 那基本上 風機在台灣的運轉 是非常非常的不錯 台灣算是 很理想的一個地方 風很大 那 風機的效果非常好 跟德國比的話 大概這裡是 巴電量大概是兩倍 所以因為這個 巴電量那麼高 成本其實也相當的低 那我們客戶 他賣這個 這個 那個 公衣巴電 賣給台電 他賣兩塊錢 或兩塊七 所以 其實這個也是 從這個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一個 很便宜 很好的 一個 一個人員 那 但是目前我們 碰到的就是 政府 單位 比較 感覺上 比較沒有在 失誤我們 所以 目前發展的 比較慢 那 所以我很高興 我們今天 討論這個 公民電廠 因為這個是一個 一條路 我認為我們可以走 因為在德國 才發展的那麼快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 很 謝謝你 這個機會 很高興 你們在討論這個方向 謝謝 謝謝 大家請加油 好 那我們剛剛今天 這樣子聽下來 那 有很多的想法 有很多的願景 可是 政府單位 還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這個 場次 我們就交給 由田委員主持 邀請我們今天 邀請來的這個 經濟部能源局 還有 圓民會 還有這個水保局 的代表 還有台電的代表 待會就請各位 先休息 先休息 十分鐘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 進行下一場 請任務們來回應 好 謝謝大家